好 下我们看一下第十单元 留置权就两个靠底 首先呢 看一下第一个靠底 留置权 这是三个型号 先注意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留置权 说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 或者第三的动产 并有权就该动产 优先受伤 其中债权人就要留置权人 债有的动产 叫留置财产 讲到这儿大家需要盯住 这个谈到留置权 他的行使对象 仅限于动产 再强调一下 仅限于动产 这个规定必须清楚 然后盯住几个解释 第一个 这个留置权属于法定担保物权 只要具备法定条件 债权人就可以依法行使留置权 但是当时可以通过 合同约定实现排除留置权的使用 例如说假以公司定立保管合同 双方实现约定 即使债务人假公司 不能按期支付保管费 债权人以公司也不得行使留置权 该约定是有效 在第二解释 留置财产为可分物的 留置财产的价值应当相当于债务的金额 这个规定 大家适当的注意下 就可以 然后举个例子看一下 而根据规定下列权列中 可以设定在动产之上的 有什么 选A 抵押权 抵押权的话 这个动产和不动产 都可以设定抵押 选B 所有权 动产 不动产 都可以 说上面有搜权 没问题 选C 这个治权 治权的课题 仅限于动产 还有某些法定的权利 然后选D 留置权 他的行使对象 仅限于动产 所以这个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选A B C D 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二问题 债权人留置的动产 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 法律关系 但是企业之间 留置的处案 这句话 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必须会背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同一法律关系 例如 说A 跟B直接 签订保管合同 A的话 将1000万的设备 交给B保管 双方约定 说A 应当 在4月1号之前 向B 支付10万的保管费 谈到支付保管费 A向B支付保管费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他如果到了4月1号 A 不向B支付保管费 B的话 对这个设备 就可以行使 留置权 你欠我的保管费 我留置的是保管物 这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但是呢 如果双方都是企业 就算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他照样可以行使留置权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 A 他欠B 100万的货款 这个货款 是当时买卖冰棍的时候 欠的100万 然后A的话 有一个设备 正好在B手里边 让B修理 然后B提出说 你不给我那个冰棍的货款 我对这个设备 行使留置权 行不行呢 A、B双方都是企业 就算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照样可以行使留置权 再看第三 司法解释 他债务人 不履行 盗取债务 这个债权人 因同一个法律关系 他留置合法战友的 第三人的冬产 并主张 就该留置财产 优先受场的人民法院 应于支持 这第三人 以该留置财产 并非债务人的财产 为有 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关键词 它是基于同一个法律关系 他留置合法战友的 第三人的冬产 例如说 A将一个设备出租给B A的话是出租人 B是成都人 咱后边第四人会讲 这个设备 它的维修费用 由谁承担呢 当设备有问题 A请求B维修 出租人承担 维修义务 如果B找A 这个A不好好维修 这个B的话 就可以呢 让C来维修 它可以让C维修 这个十万块钱的维修费用 最终谁承担呢 维修费用 是由出租人承担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毕竟 这个B的话 跟C直接签订维修合同 双方约定 说应当在4月1号之前 B向C支付 这个十万块钱的维修费用 B是债务人 C是债权人 如果4月1号 B不向C支付维修费用 这个C就可以将设备 留置 它是基于同一个法律关系 什么意思呢 你差我十万块钱的 设备的维修费 我将这个设备跟你留置 是基于同一个法律关系 但是它留置的是什么呢 是第三人的动产 在这种情况下 C主张就这个设备 优先受场的 人民法院应于支持 然后A向C提出 请求返还这个财产 他说这个设备 不是B的是我的 它以此为有 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因为什么呢 你稍微琢磨一下 这个十万块钱的维修费用 该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本来你是出租人 本来你应该承担 维修义务 再看一下第四条 说企业之间 留置的动产 与债权 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债权留置 第三的财产 第三人请求债权人 返还留置财产的 人民法院应于支持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是A 将设备 出租为B 其中A是出租人 设备出现问题 B找A A的话呢 找不到 B的话 于是让C 去维修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 当B将设备 让C维修的时候 因为这个B 它前面欠C 一百万的货款 这个货款 是B C之间 买卖冰棍的时候 B欠C 一百万的货款 然后这个C 将这个设备给留置 大家需要清楚 一百万的货款 跟这个设备 它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 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 注意C 留置的是第三人的动产 留置的是A的动产 在这种情况下 A 他请求C 返还这个设备的时候 人民法院应与支持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百万的货款 是B C之间 买卖冰棍 这个B 把一百万的冰棍吃了 是B吃了 跟也有关系吗 跟A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你留置我的设备 这个不行 A就太亏了 因此 A请求C 返还设备的时候 人民法院应与支持 然后第五条 企业之间 留置的动产 与债权 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债务人 以该债权 部署企业 持续进行中 发生的债权未有 请求债权人返还 留置财产的 人民法院 应与支持 这什么意思呢 A公司 跟B公司 前面有一个交易 说A的话呢 说B公司 将他的厂房 转让给A公司 谈到支付 价款 A向B 需要支付呢 说三千万的价款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到期 不支付这个价款 然后A公司 正好有一个设备 在B公司 修理 于是B公司呢 将这个设备 留置 首先判断 这个设备 跟前面讲的 买卖厂房 那个合同 这是两个 发来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A提出什么呢 提出 这个三千万的债权 它不属于 B公司 持续进行中 发生的债权 因为你毕竟转让厂房 不属于 这个企业持续进行中 发生的债权 以此为有 A请求B返还 这个设备的 人民法院 应于支持 但第六条 留置全人 与债务人 应当约定 留置财产后的 债务旅行期限 给对方 一个改正错误的时间 说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留置全人 应当给债务人 六十天以上 旅行照的期限 这是大于等于 六十天 除非是鲜活 衣服 等不亦保管的动产 大家继续看 先让他改正错误 留置给他的时间 说七十天 没问题 说到了七十天之后 逾期还不旅行的 这个留置全人 可以与债务人协议 以该留置财产折价 也可以就拍卖变卖 留置财产 所得的价款 优先收场 你先留置 第一步 让他改正错误 然后第二步 才是呢 拍卖变卖的问题 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第七条 债务人可以请求留置全人 在赵旅用期限 建满后 行使留置全 留置全人 不行使的 债务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拍卖变卖 留置财产 这个类似的规定 前面讲 动产质押的时候 出置人 可以请求 制权人 在赵旅用期限 建满后 及时行使 制权 这个制权人 不行使的 出置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拍卖变卖 制压财产 再看第八个小问题 是留置全的 消灭原因 第一 债权消灭 主债权消灭了 但第二条 留置全人 对留置财产 丧失占有 第三 债务人 另行提供 担保 并被留置全人 所接受 这种情况下 留置全 消灭 咱们几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 留置全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留置全的课题 为动产 与不动产 错了 仅限于动产 选B 留置全 属于约定 担保物权 错了 法定 担保物权 抵押权 和治权 这是约定 担保物权 选C 债权人 留置财产后 应当在六五天之内实现留置全 对吗 给对方改正错误的时间 是大于等于60天 选D 留置全人丧失对留置财产的战友 将导致留置全消灭这个说法 正确 在这个题 选D 就可以 再看第二个考虑 担保物权 与诉讼事项 两个相号 现在第一个问题 抵押权 抵押权人 应当在主债权 诉讼事项期间 行使抵押权 未行使的 人民法院 不予保护 抵押人 以主债权 诉讼事项期间 届满为友 主张 不承担 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 也有支持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 向B 借100万 然后这个C 拿自己的厂房 设定抵押 A到期 不换钱 B 对C这个厂房 可以行使抵押权 但是呢 你必须在主债权 诉讼事项期间 例如 是从20年的 4月1号 到23年 4月1号 这是主债权 诉讼事项期间 你必须在 2023年4月1号之前 行使抵押权 如果到4月10号了 才行使抵押权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C主张 不承担 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 应与支持 再看第二个 留置权 他说这个主债权 诉讼事项期间 揭满之后 就算时效揭满了 在这种情况下 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 或者对留置财产 想要所有权的第三人 请求债权人 返还 留置财产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请求返还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但是呢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请求 拍卖变卖 留置财产 并所得价款 清偿债务的 拍卖 变卖 该还钱还钱 这个人民法院 应与支持 所以这两个请求 哪个支持 哪个不支持 就要搞清 再看一下 治权 那么讲治权的话 怎么去处理呢 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 以这个登记 作为公示方式的 全力治权 是参照适用 抵押权的规定 哪些是登记呢 包括那是不限于 例如 拿这个股权出制 治权 何时设立呢 是登记时设立 如果是登记设立的 它是参照适用 抵押权的规定 这个抵押权 也就是说 应当在主债权 诉讼时效期间内 行使 否则的话 人民法院不有保护 但第二层次 如果是动产治权 动产治权 何时设立呢 交付时设立 还有 以交付权利凭证 作为公示方式的 权利治权 例如 拿这个 汇票 债券 仓单 处置 是从权利凭证 交付时设立 总之 如果是交付设立的 它特征什么呢 这个东西 在人手里边 跟这个 刘智权 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参照适用 刘智权的规定 则这两种情况 大家区分 就可以了 好 下来看 第十一单元 担保的并存 这个单元 三个考点 但是 每个考点 都非常 非常重要 特别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非常重要 先按第一个考点 人保 和物保并存 是不是出体 那是出体老师的选择 站在考生的角度 别无选择 必须搞清 如果考案例分析题 这个三分 坚决拿下来 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盯住 两种情况 怎么盯呢 盯一下 物的担保 谁提供的 先按第一种情况 物的担保 如果是主债务人 提供的 该怎么去处理 例如 A 向B 借一百万 A是主债务人 他拿自己的厂房 设定抵押 然后C 是保证人 这是人保物保并存 A倒计不换钱 怎么去处理呢 先看 当审 在签订 相关合同的时候 对人保物保 实现的先后顺序 实现 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 先看约定 关键是没有约定 考试过程中 都考的是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怎么去处理呢 毕竟 这个物的担保 是主债务人 提供的 C 是第三人 有主次之分 所以必须 先主后次 首先 执行主债务人 提供的 物的担保 将A的厂房 拍卖变卖 如果卖了400万 跟C 没有关系 如果只卖了40万呢 对于这个不足的部分 B的话 找C 就可以 有先主后次 但是问题是呢 如果题目告诉你 这个B 先找C了 C的话 人家承担了担保责任 如果先找C C承担了担保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C的话 他主张行使 债权人 对债务人 相应的担保物权的 也就是说 C主张 对A那个厂房 行使抵押权的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应于支持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再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如果物的担保 是第三人提供的 该他们去处理 例如A 向B 借100万 然后C的话 拿自己的厂房 设定抵押 D 是保证人 这还是人保物保并存 但我让你盯什么 还记得吗 盯物的担保 是提供的 这是由第三人提供的 C跟D 都是次债务人 就谈不上 先主后次的问题 还是先看什么呢 看一下当神 对人保物保 实现的先后顺序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这么处理 既然没有主次之分 爱找谁找谁 这个B 可以先找C 也可以先找D 找谁都可以 当然问题是 他如果B 就看着D不顺眼 如果先找D了 D承担了 担保责任之后 D的话呢 他只能向主债务人 去追查 有权向主债务人追查 而不能够向C 来追查 不能向C追查 不能向C追查 说了三遍了 必须记住 然后还可以考一个小问题 他如果A这个债务人 将其中40万的债务 他转移给E 转移债务的时候 需要经过B 经过债券统一 还需要经过CD 书面统一 需要经过CD 书面统一 如果没有经过CD 书面统一了 CD呢 对这个40万 就不再承担 担保责任 咱们前面讲过 类似的规定 这是人保物保并存 谈到这个问题 去年筑块还考了一个小题目 说假是以的债务人 丙是该债务的保证人 丁以及自有房屋 为该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看到这呢 还是要操控这张画一个图 夹是债务人 义是债权人 然后呢 这个丁 以自有房屋 设定抵押 然后这个丙的话 是保证人 人保物保并存 丁什么呢 物的担保 谁提供的呢 这是第三人提供的 丙跟丁 都是第三人 没有主次之分 而且当审对人保物保 他的承担顺序 未做约定 然后假到期 不换钱 站在仪的角度 可以找谁呢 有先后顺序吗 没有 爱找谁 找谁 在这个题 选这个C就可以 仪的话 可以一起选择 像丙或者丁 主张 没有顺序的限制 这是关于第一个考点 好想要看第二个考点 是动产 抵押权 治权 与留置权的净存 讲到这个问题 第一个考点 同一个动产 如果分别抵押给A和B 做了两次抵押 抵押权跟抵押权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清长顺序是什么呢 第一种情况 如果都登记了 就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 确定清长顺序 但第二种情况 一个登记 一个没有登记 肯定是登记的优先 未登记的收场 第三种情况 如果都没有登记呢 按照债券比例清长 不用说第四遍 按照债券比例清长 就是抵押和抵押并存 在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抵押跟质押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 看这规定 说同一财产 既受理抵押权 又受理治权的 拍卖变卖 该财产所得的价款 是按照登记交付的 时间先后 确定清长顺序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A 他向B借钱 拿自己的汽车 设定抵押 提供告诉你双方 4月1号签订书面抵押合同 4月10号 这个办理了抵押登记 这是那动产设定抵押 你先告诉我 这个B的抵押权 何时设立呢 是从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登记不登记 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 但是登记是有用的 有什么用处呢 说A又向C借钱 还是拿这个汽车 设定这个质押 因为抵押不转移占有 时候要质押 从逻辑上没问题 如果双方是4月2号 签订书面质押合同 4月13号 完成了交付 第一个判断 C的制权 何时设立呢 拿动产 做质押 动产制权 是交付式 设立 这个没问题 关键第二个问题 A到G 不还BC的钱 这个破车 就卖了10万块钱 先换B 还是先换C呢 那么给谁呢 就按照登记 交付的时间先后来确定清场顺序 就可以 然后再看第三问题 同一动产商已经设立抵押权或者制权 该动产又被留置的 是留置权人优先收场 因为这个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 所以留置权人优先收场 这个规定必须记住 再看最后最后一个考点 是超级优先权 这是动产抵押权人的超级优先权 这个考点 之所以放最后讲 首先很重要 另外难度有点大 讲到这个问题 你先记住 有一个10天 这个数字记住 就差不多了 这个10天 从哪开始算 是从交付 在交付后 10天内办理登记 大方向记住 让我们先看免发点的规定 说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 是抵押物的价款 标的物交付后 10天内办理抵押登记的 该抵押权人 优先于抵押物买兽人的其他担保物权收场 但是留置权人 除外 你再超级优先权 你看到留置权人 都得低头喊大哥 要留置权 这个规定 这个规定搞清 但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司法解释 先看 这个第一个司法解释 它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浮动抵押 我们看这规定 说担保人在设立动产浮动抵押 并办理抵押登记后 又购入 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 成足新的动产 下列权力人 为担保价款债权 或者租金的实现 而定立担保合同 并在该动产交付后 10天内办理登记 然后他们主张 其权力 优先于在线设立的浮动抵押权的 人民法院 应该支持 看一下哪些权力人 第一在该动产上 设立抵押权 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 第二条 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 而在该动产上 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 第三 以融资作练方式 出度该动产的出度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A公司 向B银行 借了8000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A公司 是拿现有的 以及将有的 不管是生产设备 还是原材料 产品 都一并抵押给 B银行 这是浮动抵押 然后双方 4月1号 签订了书面抵押合同 并于4月10号 办理了 抵押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你先告诉我 B银行 这个浮动抵押权 何时设立呢 1号还是10号 毕竟是动产 动产的话 是从抵押合同 生效时设立 但是4月10号 登记 还是有用的 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往下看 说事后 又过了几个月 A的话呢 从C手中 需要买一个 1000万的设备 这个C 是出卖人 但是C担心什么呢 说这个A 已经设定浮动抵押了 说不管是 现有的 还是将来的 生产设备 都一并抵押给 B银行了 所以这个C的话 也不傻 他呢 这个让A 说你干脆 拿这个设备 给我设定抵押权 这设定抵押权 或者这个C的话呢 跟A 签买卖合同的时候 他保留所有权 保留所有权 这C是出卖人 他呢 是以该动产 为了担保 价款的实现 关键你给我钱 你这个钱给我了 你最后爱给谁给谁 啊 但是问题是呢 你这个为了担保 这个一千万价款的实现 还是呢 让A 拿设备 给他设定抵押权 或者呢 保留所有权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个出卖人 怎么想办法 或者呢 这个A 为了买设备的时候 需要融资 融资呢 A向C 这个借钱 C的话 是这个债权人 然后C提出 你拿这个设备 给我设定 抵押 或者C 是融资租赁的 出卖人 啊 就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 什么叫权利人 啊 包括三类权利人 我们针对 第一种情况 说这个C C的话是出卖人 让A呢 以该设备设定抵押 他如果双方是6月1号 签订抵押合同 然后 这个 看6月3号 完成交付 这个6月10号 这个办理了 这个抵押登记 你为什么盯着这个时间呢 我前面说过 那个10天 时间从哪开始计算呢 他这个C C的话 只要在该动产交付后 交付后呢 在10天内 只要办理了 这个登记 他办理抵押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C 就享有超级优先权 什么叫超级优先权呢 你看一下 因为这个同一个设备 他抵押给B了 尽管B那是浮动抵押 但是毕竟呢 那将来的东西 它是抵押给B了 时候又抵押给C了 按照一般的规则 同一个动产 抵押两次都登记 是按照登记的时间 先后 来确定清单顺序 毕竟B这块 登记的时间 是4月10号 C登记的时间 是6月10号 如果按照一般规则 肯定是B优先于C 但是呢 打破一般规则 因为这个C 享有超级优先权 那前提是什么呢 是在该动产交付后 在10天内 他办理了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C就享有超级优先权 C的话 就优先于B来收场 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针对 这个浮动抵押的问题 再看一下 下面的司法解释 他满兽人取得动产 但为父亲加款 或者成都人 以融资租赁方式 占有租赁物 但是为父亲全部租金 又以标的物 为他人设立担保污权 说上述权利人 为担保 加款债权 或者租金的实现 而定立担保合同 并在该动产 交付后 10天内 办理登记 主张 其权利 要先于买兽人 为他人设立的 担保物权的 人民法院 应有支持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看一下 首先 说A的话 跟B之间 签令买卖合同 这个B的话 是出卖了 B的话 将一千万的设备 卖给A 这个设备是4月1号 交付的 刚刚交付 这个A呢 还没有父亲价款 如果父亲价款了 这个B就不用操心了 关键是A 没有父亲价款 在这种情况下 A搞事情 A呢 他第二天 将这个设备 就抵押给C了 他双方 4月2号 签订 书面抵押合同 然后4月3号 这个 这个办理了 这个抵押登记 站在C的角度 他的抵押权 和设立呢 是4月2号 抵押合同 生效时 设立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 他抵押给C了 谁着急呢 这个B着急 有B着还没登记呢 于是呢 怎么去处理 为了担保 价款的实现 这个B提出 说你拿设备 给我设定抵押 然后双方 是4月4号 才签的抵押合同 4月8号 才办理抵押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盯住 A到期 如果不向B支付价款 也不换C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 B C 是更优先 如果是按照 普通规则 普通规则 因为C这一块 我们看 C的话是4月3号 办理登记的 这个B的话 是4月8号 办理登记的 如果是普通规则 是按照登记的 向后顺序 清查 但在这种情况下 打破这个一般规则 要站在B的角度 只要呢 在交付后 10天内 这个办理了登记的 它就想有 超级优先权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 还是优先于C 来收场 这是防止 AC搞事情 所以这个B的话 赶紧想办法 亡羊不牢 但是前提 你必须是交付后 在10天内 办理登记的 这个B就想有超级优先权 然后看一下第三条 同一动产上 存在多个 加款优先权的 人民法院 应该按照 登记的时间 向后 来确定 情长顺序 就可以 如果真考的 这个点 最累的是 处理老师 他在给你考 编两个故事 存在两个 加款优先权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 超级优先权 都是超人 超人的话 就按照登记的 时间先后 来确定 情长顺序 就可以 讲到这的话 我们举个例子 看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 动产抵押的 表述中 正确的 有什么 选A 以动产抵押的 抵押权 自登记时设立 错了 是从 抵押合同 生效时设立 选B 以动产抵押的 不得对抗 正常 经活动中 已经支付合了一价款 并取得 抵押材财产的 买售人 这个说法 正确 但选C 动产抵押权人的 超级优先权 是指动产抵押权 优先于其他 一切 担保物权 太绝对了 谁是老大呢 留置权人 是永远的老大 选D 说同一动产上 存在多个 价款优先权的 人民法院 应该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 确定清场顺序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选B和D 就可以 讲到这儿呢 漫长的第三章 我们就讲完了 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前面说过 这是诸会考生 必须翻阅的 几座大山之一 咱们上课呢 讲了七个课件 加一块 也没几个小时 所以呢 如果你第一遍听课件 如果听懂了 就可以做 轻易的 同步强化练习题 如果课件没听懂 建议大家 对相关的考点 再听一遍 比如什么叫 超级优先权 准确理解 然后那动产 做抵押 做质押 该怎么去处理 到底是登记生效 还是登记对抗的问题 这个有些考点 你第一次学 肯定呢 会有一头雾水 但是呢 如果第二次听课 你慢慢的 对这些考点 就数了 总之呢 先把这些考点 准确理解 好好消化一下 然后第二步 做轻易的 同步强化练习题 第三步呢 回头看一下 教材 讲到这儿呢 第三章 我们就讲完了